美联社在9号报道称 中美在驱逐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移民问题上恢复了合作 中方接受已核实中国国籍的被驱逐人员 美联社9号报道称 中美在驱逐非法滞留美国的中国移民问题上的合作 已经悄然恢复 中国外交部向美联社证实 中方愿意与美方在移民执法领域保持对话与合作 并接受已核实中国国籍的人员被遣返回国 美联社指出 自中方在2022年因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 而中断与美国的合作后 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激增 2023年 美国执法人员在南部边境逮捕了超过37000名中国公民 是前一年的10倍 但在2024年的前三个月 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公民人数呈现下降趋势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上个月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他已经与中国政府进行了接触 确保中国开始接受遣返移民的航班 根据追踪驱逐航班的组织边境见证人的信息 一架再有少量但人数不详的遣返人员包机 从亚利桑那州起飞 京廷德州和阿拉斯加 在3月30日降落在沈阳 此外不排除美国政府通过商业航班 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可能性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导 1月30日降落在沈阳 我回来了 9月30日降落在沈阳 冰港 冰港